Hello大家好,我是Angus,欢迎收看每周360 在影片还没有开始之前,记得like,share,subscribe 第一则新闻,不放弃内燃机 WR宣布投入600亿欧元开发下一代的引擎 WR宣布将调整其投资策略 计划将约600亿欧元投资于汽油的引擎发展 这一抉择是在慕尼黑的一次路透色活动上 由首席财务官和首席云印官Arnold Antris宣布的 他指出,未来是电动的,但过去并未结束 他占1%将继续占1% 大众原计划投资1800亿欧元用于电动化和数字化 但现在将1%的资金,纪约600亿欧元重新分贝给内燃机的开发 这笔资金将用于改进和优化燃油引擎 使其在环保法规和市场需求的双重压力下保持竞争力 大众的这一举措反映了整个汽车行业的趋势 包括奔驰和同用机车在内的其他主要汽车制造商也在调整他们的电动化策略 选择在电动化和内燃机技术之间保持平衡 此外,大众还计划推出更多的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 以进一步巩固其市场地位 虽然大众仍致力于电动化 但此资金重新分配显示出公司对内燃机未来的信心和市场需求的应对策略 通过这一策略调整 大众希望在保持电动化发展的同时 确保其燃油引擎技术在未来几年内依然具备强大的市场竞争力 第二则新闻 2020年Mercedes-Fans GLA 250 4MATIC正式发布 2.0L的turbo引擎正式售价295,888 GLA 250现在配备了4MATIC可变全轮驱动系统 多余的扭矩在需要的时候才传递到后轴 特别是在丝滑的路上 驾驶者可以感受到改进的驾驶和方向稳定性 该车型包括一台2L turbo引擎 配备8速DCT双离合变速箱 凭借224HP和最大扭矩350Nm 它可以在6.8秒完成0百加速 为了进一步降低油耗 新款GLA 250 4MATIC的汽油发动机线与电动化 车辆配有额外的48W车载电源 用于皮带驱动的启动发电机 其短暂可用的10,000W额外功率 支持起步的敏捷性或用于快速加速 启动发电机还提高了舒适性 除了低震动和低噪音的发动机启动外 它还能够在内软机关闭的情况下滑行 GLA 250 4MATIC的AMG9外观上 可以看到钻石格山 重新设计的后保险杆现在带有扩散器 致适应远光辅助的强大LED高性能 前大灯和LED尾灯 配备19英寸AMG 5Sport铝合金轮骨 独立的双屏幕是升级的内饰亮点之一 它现在包括了两个10.25英寸的显示屏 分别用于仪表盘和多媒体屏幕 它们运行了最新一代的MBUX 支持Wireless Apple CarPlay和Android Auto GLA 250 4MATIC配备了运动座椅 使用Artico人造皮革和Microcut超细纤维内饰 Mercedes-Benz GLA 250 4MATIC新车价格 295888 目前已经可以在各大展示厅订车 第三则新闻 Cherry Malaysia全新工厂正式开始运营 首款生产的新车为Jeku J7 中国汽车制造商Cherry Malaysia 在马来西亚的发展里程里 带来第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Jesh Alarm推出了Cherry Malaysia公司工厂 该设施将是东门第七首个生产 备受期待的高端越野SUV Jeku J7的工厂 未来也会带来更多的产品加入阵容 工厂启动仪式上 首款Jeku J7全轮驱动高端越野SUV正式下线 工厂参观展示了每辆Jeku车辆装配过程中应用的 尖端技术和严格的质量控制流程 Jeku J7 All-Wheel Drive和Two-Wheel Drive 将是该设施在Shark Alarm生产的首批车型 工厂的设立创造了500个新工作岗位 并有潜力根据市场需求进一步增长 Cherry Malaysia工厂位于Shark Alarm工业区 战略位置靠近供应链中的本地制造商 该设施地理位置优越 临近马来西亚最繁忙的港口 为未来出口至东门第七做好准备 切经为止 Cherry整体上通过其本地运营在马来西亚 创造了超过1000个工作岗位 该品牌还在全国范围内拥有100个销售与服务中心 新工厂设施的启动紧随其后 于7月19日至21日 街库高端越野SUVJ7将在马来西亚正式发布 第四则情文 Proton累计销量突破500万大关 Saga为品牌最畅销的车款 Proton作为马来西亚国家汽车品牌 自1983年成立以来 一直都是该国汽车工业的骄傲 这不仅是Proton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也是马来西亚汽车工业一个重大的成就 Proton在2024年的市场表现优为强劲 据最新数字显示 Proton在2024年前4个月的累计销量已经达到5万辆 市占率高达19.2% 这一成绩让Proton稳坐马来西亚汽车销量排名第二的宝座 特别是S汽车车型 以其出色的性能和竞争的价格 今年4月份单月销量已经达到1635辆 累计销量达到7463辆 Proton的增长不仅限于国内市场 今年初至4月份 Proton的出口销量从603辆增长至835辆 增长了38.5% 这一增长得益于Proton在国际市场上的积极布局 特别是在文莱等国家的出色表现 Proton的Saga和X50车型在出口市场上的销量表现优为突出 展望未来 Proton有信心市场将会反弹 因为购车者的需求仍然很大 Proton计划与供应上密切合作 生产更多畅销车型 并持续提升出口量 同时 Proton也在积极开发和推出属于自己的电动车车型 以适应全球汽车市场的转型趋势 Proton累计销量的突破 标记着马来西亚汽车工业的一个新机缘 随着Proton在产品质量 市场布局和技术创新上不断的努力 我们有理由相信Proton将继续在全球汽车市场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为马来西亚和全球的消费者提供更多优质的选择 第五则新闻 Proton X50中国版更换1.5L 4缸自然进气引擎 吉利汽车即将在7月推出新车型 冰月超能版 这款车实际上也是Proton X50的中国版本 以其独特的设计理念和清明的价格 预计将成为年轻消费者的新宠 起步价仅从39,030块起 外观上 冰月超能版采用了名为超能风暴的前眼设计 搭配星云流光的前隔山 展现出一种动感十足的未来感 17英寸的轮圈和后车顶老流版 不仅增强了这车辆的运动属性 也彰显了年轻人对速度与激情的追求 内饰方面 冰月超能版采用了全新的设计 黑灰色调的内饰配色优雅而经典 高级皮质多功能方向盘 以及8英寸的中控大屏 都为驾驶者提供了极高的舒适度和便捷性 在动力系统上 这款车搭载了新的1.5L自然吸气直喷汽油机 配备五速手动变速器 或模拟8级的CVT自动变速器 最大功率达到126马力 最大扭力是152牛米 百公里油耗少过7个L 兼顾了动力和经济性 最令人关注的是其价格 预计售价不会超过39300马比 对于那些追求高性价比 希望拥有第一辆车的年轻人来说 冰月超能版无疑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选择 不过基本确定这款车不会引进本地市场 所以大家还是看看就好啦 OK 以上就是本期360的内容 喜欢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有follow我们的IG TikTok小龙叔 我是Angus 下期我们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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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